没有替罪,我依旧稳定发挥 谁能想得到,陈俊南单刀直入敌方备战区的野路子玩法 竟然误打误撞地克制了许流年的化形,让他扳回了一城 好,这很像是你能做出来的事 老齐,你这么聪明,你猜猜小爷刚才怎么拿到这个字的 我猜你扮演了许流年 嗯,没意思,不完了,给你 这个战术不错,我怀疑你还能再用一阵子 再用一阵子吗,只要真正的许流年一回去 他们就会知道自己上当了 不,估计不用等许流年回去 楚天秋就能发现你是假的了 但现在问题出在了许流年身上 啥意思 你们都说过,这个地方的回响若隐若现 极难施展,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差不多的例子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好像是爱,你这么一说的话 没错,白蛇所说的有关回响的部分 同理来说,许流年好不容易获得了回响 但是这个地方极难回响 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就是 他获得回响之后,很难摆脱自己的回响 导致容貌一直都是你的样子 哈哈哈哈,这可太有意思了 那小爷知道该怎么做了 是的,接下来许流年可以是任何人 而任何人都可以是许流年 楚天秋的第一步 算是输了 继续啊老齐 接着组啊,那么多字呢 应该没有了 在所有的左右结构里面,帅的作用最小 我计算过了,他在这场游戏中几乎不能组成别的字 啥,不能组成别的字 哎呀,小爷还以为我又立了大功一件呢 结果怎么就只有一个金啊 这不是白忙活了吗 白忙活吗 这倒是不算 你给楚天秋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价值不是一个金,能相比的 不能吧,以小爷的聪明才智 小爷今天势必给你凑出第二个字来 这样才算没亏 哦,是吗 这个字,好像 不妙,等一下 完了 这也算吗 这个东西难道不是个偏旁吗 怎么可能是偏旁 肯定是字啊 嘿嘿,小爷是谁 我可是有文化的俊男 这个字,不认识 上一次猜测失败,已经扣了一分 这一次有可能扣掉两分 再加上接下来的得分会越来越困难 按理来说,不应该猜测的 怎么样老齐 我就说肯定还有字吧 你小子也有想不到的时候啊 好,那你告诉我 这个字怎么读 这,这可难为我了 小爷也没有你这么多学问啊 哎,陈俊男 我重申一下 我的学识都来自书籍 就算是书籍上偶尔出现生披字 我也很难凭空知道他的念法 所以生披字和知识不能直接挂钩 嗯,什么意思 老齐,难道咱们要现蒙吗 我建议把字拿下来 放弃这一次猜测 现在冒险的话 有可能会损失两分 嗯 这 怎么了 老齐,要不你让我猜一次 如果真的扣了两分 小爷拼了命给你赚回两分 我要声明两点 首先我不要你拼上命 你不欠我什么 这个队伍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其次 如果你知道失败的后果 也执意要猜的话 我会帮你承担后果 那哪行啊 一人做事一人当呗 行吧 那你猜测的方向是什么 嘿嘿,这个 老齐,你看这个字 像不像这个手势 小爷觉得这个字像个脏话 又像个植物 不如就写草字吧 陈俊南 你要不要让旗下自己待议会 怎么了 看我干什么 老齐,写啊 草字不会写吗 梅兰竹菊的那个草啊 你说你认识这个字 为什么不提前说 你认识吗 哎呀,不是老齐 小爷这都骗不过你吗 这次我装得不像吗 一个中旨就念草 这个理由不太合理 下次试试别的 陈俊南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认识很多生僻子吗 毕竟人不可貌相 说不定看着不靠谱的陈俊南 闲着无聊的时候 真的看完过一本字典呢 那你可别把小爷想得太牛了 老齐 虽然有点难为情 但你应该知道 小爷的特长既不是动手 也不是动脑 而是骂街 那和你认识这个字 有什么关系 有一次 小爷跟别人在线上过两招 结果发现 网上骂人有点难发挥 许多平时能够说的话 打出来就会变成星号 于是我就专研了一下相关技巧 这个草字 这个草字就是小爷融会贯通了各种网骂技巧之后总结出来的 好一个融会贯通 这种怪蛋的事 看上去很荒谬 但发生在陈俊南身上 却是如此的合理 不过也是好事 因为乔家劲的盲撞丢了一分 现在又因为陈俊南的无厘头得了一分 总体来说不亏 你们赶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从那个假的陈俊南身上拿到了一个G 虽然我也是G 但这个字拿到总比没拿好吧 当然 陈俊南 对方的屏幕上 现在有G了吗 哎呦 我想起来了 对方屏幕上虽然没有G 但有几个很诡异的字啊 我当时都看愣了 诡异的字吗 对 我看了半天 甚至都不知道那个字是从哪里来的 都有什么 夕阳的C 还有一寸两寸的寸 甚至还有10 这都是哪里来的字啊 这几个字看起来比我们的作用大多了 果然 和我想的一样 什么 你知道这些字是从哪里来的吗 若是我没猜错 我们都被我们这一边的字给误导了 因为红方的所有字 最多只能分成两个部分 我们便会以为对方也一样 但我感觉对方有两个字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你这么一说 寸和下西阳 不就是降字了吗 是的 仔细想想 也很容易理解 我和拳头试验了一次 使用三个不守 确实可以组成新的字 这说明现有的字 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确实 这场游戏当中的字 既可以分左右 又可以分上下 而降分完左右 便可以分上下 这下对方开局 就比我们多一些字 那你可以放心 我刚才扫了一眼 对面应该只有七八分 咱们现在加上草 已经有12分了 我们领先蛮多的 只是不对啊 老齐 对方那个识 不会也是有一个字 分成了三部分的吧 当然 这是对方最重要的一个字 目前在我看来 这个字能够组成的可能性非常多 识吗 哦 老齐 你是说足 这个字可以分成宝盖 从识这三个部分 不管哪一个都可以组成其他的字 作用极大 这场游戏 果然没那么简单 虽然使用的都是文字 但需要计算和考虑的东西却很多 这么说的话 足在小楚身上吗 不好说 你还记得 对方是先用十的的分 还是先用寸的的分吗 嗯 我想想 好像是十在前 先十 后寸 我一眼看到了十寸 还以为对方在屏幕上组成了一句话呢 好 我猜测楚天秋身上不是足 而是将 我们可能要暂时放几席 寸 将三个字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找准机会 全力围攻金元勋了 围攻金元勋那小子吗 老齐 你可能不知道 那小子围不住啊 现在可以围住 许流年已经获得了回响 若他回到备战区 将这个方法分享出去 那其他人也会逐渐获得回响 到那个时候 拿着足的金元勋 就是无解的 我们不可能捉到他 这么紧张的吗 我回来的时候 见到老乔在河道晒暖儿呢 小爷叫着他一起 他有自己的仗要打 你先去攻心 好 对了 刚才你拿着包裹盒 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吗 奇怪的是吗 小爷虽然是个外貌包 但这一路上 确实没人提示我犯规 上面看戏的俩小子 也没动静 估计是不存在这条规则吧 如果不存在的话就好了 拳头是想 带到他和张山分出胜负 便可以和你一起去攻人了 只是 还有什么顾虑吗 小爷刚才都已经打探过了 我拿着一个包在对面晃悠了半天 确实没什么事情发生 看来包真的能过河 还是感觉不对 过河这么一个明显的陷阱 这很不合理 这坑挖好了 草木也扑舍好了 人也已经掉了进去 可陷阱里没有摆放道次吗 这太不像是青龙的作风了 可如果有陷阱 这场游戏又要如何体现 通常来说 所有的地级裁判都会隐瞒部分规则 但也一定会把触发制裁的条件 在游戏之前讲明 否则对方不明不白的去死 和单方面的屠杀 没什么区别 既然地龙一开始没有讲明 违规过河会被制裁 那说明 这个违规的后果 并不止死 等等 这场游戏看起来很庞大 但说到底就两个道具 一个是字 一个是门